请至谭师开示 大众请合掌至心恭听 老和尚慈悲 诸位师父 以及在座的精进菩萨们 大家好 主位这次回到山上来 参加庆祝观世音菩萨的出家纪念期 每逢观世音菩萨的成道 圣诞乃至出家这三个纪念日 来打佛基的联友总是比较多一点 在我们中国自古以来 就流传着这么一句话 不要说佛弟子认识观世音菩萨 就是世间上一般没信佛的人 也都知道有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 因为观世音菩萨特别的慈悲嘛 在我们众生的心目中 观世音菩萨就好像最慈悲的妈妈一样 能够满足孩子一切的所求 解救孩子一切的痛苦 所以众生有苦难 都会称念观世音菩萨 向菩萨上香摩拜 祈求菩萨慈悲加倍 可以说救苦救难 就是我们对于观世音菩萨的认知 凡夫嘛 在这个娑婆世界 就是有种种的痛苦 诸位回到山上来 相信每一个人心中 一定也都有苦 都希望观世音菩萨来为你救苦救难 但是这个救苦救难 是有层次的哦 大家已经学佛了 对于观世音菩萨的认知 不能再像世间人一样那么肤浅 你希望观世音菩萨 为你救什么苦 解什么难呢 这是诸位菩萨在大佛系当中 应该要明白的道理 其实 大佛期时 本来应该是横其解决的 就是一心地支持观世音菩萨 与菩萨感应道教 所谓一句弥陀 横其解决 单体一念 斩断万元 能够做到这样 那当然是最好的 可是 如果我们真的要做到这样的程度 实在来说 我们都还办不到啊 你不明白道理 甚至还修错 求错了 所以老和尚告诉我们 横其解决 固然是不错 但那是对 久修行的老参上座说的 如果大家都是老修行 正当在用功的时候 那你多说一句话 都是多余的 不需要的嘛 可是现在状况不同哦 零言三四才开山二十年 大家都还是出发心 就是已经学佛出家多年了 但是对于佛法的修持 以及知见的确立 都还不够稳固 好像空中的羽毛可上可下 所以大家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解恨并重 那这个解要从哪里来呢 从听文中来 你决定要从听文佛法当中 对净土法门 对老和尚的法 生起圣洁 零言三四的法 是一佛称的佛法 你想要得到这个法 弃入这个法 不是你什么都不听 什么都不懂 光打佛七就可以的 如果光打佛七就可以 那其他地方也有举办佛七 诸位又何必选择到 灵言三四来 灵言三四的法 为什么尊贵 因为灵言三四 有老和尚的法 有老和尚的法才妙 如果不以老和尚的知见 为之见 不奉行老和尚的教诲 那你就永远不可能 得到这个一佛称的真实功德 老和尚希望来打佛七的人 越多越好 为什么 是希望热闹一点吗 不是哦 是希望大家赶快来求了生死 所谓灵三有诸功德宝 任君虔诚各自求 你要明白 我今天来灵言三四 是做什么的 我来打这个佛七 有什么意义 这些都要从听闻佛法中来 听闻了以后 你再去正思维 正思维了以后 你再去修 那你修起来才有力量 这次的佛七是观音佛七 有正逢观世音菩萨的出家纪念日 因此默学就以赞观音文为主题 来与大家一起认识菩萨的功德 学习菩萨的慈悲 我们下期认识菩萨的声音菩萨的声音菩萨的声音菩萨